当然因为这个案子回来 而且是用一种非常严密的 非常高规格的回来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故事 在选前的时候 应该是会影响到选前的故事 毕竟这在台南 毕竟这也牵涉到桃源 那这两个地方是民进党过去 尤其蔡英文执政这八年时间的 重点的现实 而这两个现实 这八年时间的层出不穷的 弊案的想象 那八八会会馆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个头 而且因为那个故事 现在都是在补片段的时候 我们只希望就是说 警方能够排除所有政治 跟选举的考量 能够让这个案子 尽可能在选举之前的时候 能够水落石出 让我们知道就是说 郭泽民这个人 以及跟八八会馆有关的人 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 当到目前为止 所有被影射的一些当事人的官员 几乎都是否认的 可是因为事情里面 大有蹊跷 让台南因为这牵涉到赖清德 牵涉到郑文餐 不管是牵涉到哪一个 对于过去我们理解过去八年的 民进党施政的过程当中的地方政治 甚至可以让你理解 为什么前瞻预算是这样的分配的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许多的前瞻预算分配是表面上的一部分 而是分配背后的利益归属 到底是在谁的身上 郭泽民可能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这你说选区 对 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只是听说 在信义计划区的豪宅这个地方 这个刚才我们思想讲 可能也有人 因为豪宅宣的一动一动的 进出 他们对面都可能有摄影机射到 所以我也在这边奉告 这个我相信不会 但是也奉告一下 民进党的高层 不要去影响司法 叫办案的警察 或者是检察官 你不要去办 如果别人有这个影片 有这个影带 进出的人 你们不去办那些人 就如同像刚才讲的 也许到了选举 到进入到11月12月的时候 这些影片出来的时候 我看你民进党还怎么做 当然我们是希望 这种事不会发生 但是从这个88的这个事件 牵扯到郑文燦 马上就回去列地 列地以后就涨了七倍 七倍以后 选址就换了一个地方 你虽然讲说尊重专业了 但是真的有那么巧吗 从统计的几率讲 这可能被雷打到的几率 都可能还比那个高 所以这些事情 麻烦郑文燦应该要说清楚 讲明白 好好交代一下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都说不一定是想给你 也有什么好处 好处 有什么大的阵子 这些困难